目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其中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新西兰所代表的天然健康生活方式 正切合中国提倡的绿色及健康消费理念 本周一下午天猫国际联合新西兰五大本土品牌召开新闻发布会 一场联通中心两国的盛会拉开帷幕 毋庸置疑此次天然新西兰用一片土地守护另一片土地发布会 是一次顺应全球趋势和消费风向的发布会 中国鼓励出口已有30年 而近年中国政府大力鼓励进口 并定下未来5年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的目标 同时绿色及健康理念日益深入 跨境消费飞速增长 新西兰本地诸多秉持天然理念的优质品牌 在面向广袤的中国消费市场时 展露出其不凡的竞争力 中国的货责者很久不断了他们心和心 亦是智能力的肯定调略 中国是在广州最大一样的肯定 中国的肯定调略 我们在绝对大量的肯定调略 我们的肯定调略 我们的肯定调略 我们做到我们的肯定调略 现在我们遇到我们的肯定调略 和生命迹 我们要在我们产生的肯定调略 我们要用他们的肯定调略 让他们在这一步 让他们看中了 一件事的肯定调略 中国的肯定调略 they are in the e-commerce and here in New Zealand we look at you know them as the world leaders and you know particularly with their online to offline offline to online channel 与此同时中国海外万亿消费回流 带动进口消费市场快速增长 中国的跨境进口零售电商市场 75%以上是跨境B2C综合平台 而天猫国际作为阿里巴巴集团旗下 为国内消费者职工海外原装进口商品的强势平台 携手新西兰本土 并持天然健康理念的优质品牌 以电商平台为桥梁 带给中国消费者最优质天然的生态礼赠 新西兰我们一直有一个非常强的国家心智 我们说是纯净天然绿色环保 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击重消费者的国家心智 所以这样的一些产品 我们今天其实在做今天的promotion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真的把新西兰的国家品牌的心智给打出去了 新西兰贸易发展局中国业务拓展代表迈克 在当天的活动中指出中国市场在新西兰出口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 中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 也勇于担当生态文明建设 这些都有利于新西兰的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让更多中国消费者享受新西兰的纯净天然 阿里巴巴集团澳新区董事总经理周兰女士在随后的演讲中指出 机遇已在眼前 但海外品牌想要在中国获得成功并非易事 阿里巴巴集团与天猫国际将与新西兰优质天然的品牌一起努力 赋能当地品牌与商家 随后康维他的首席市场营销官Ben Shaw EcoStore的管理总监Pablo Cross Red Sale的执行总经理Andrew Vidler分别登台 介绍了其公司产品从原材料到包装一贯秉持的天然纯净的理念 并且对中国电商市场将给新西兰带来的无限可能性充满期待 菜鸟物流总监Bill人也在当天分享了菜鸟正在全力发展绿色物流 建立通达全球的物流网络 实现国内24小时国际72小时物流圈 与会嘉宾还听取了若宇晨公司分享的营销案例 及电商全渠道发展等行业趋势 为在场的新西兰品牌商提供了更多的品牌营销思路和渠道 在全场嘉宾的倒数声中 各方代表一起启动了天然新西兰纯净的守护活动 将发布会分为推向顶峰 请留下来